專制不運鎮 地址在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92號火車站旁 電話04-7260-678 我願用心使您更安心 歡迎再回到祝你好運的節目現場 接下來我們再請蔡醫師來跟我們分享兩個案例 那這個案例是不印證4年 你會發現說這些金子好像都4年5年這樣子 那無金證搞完切片那家醫學中心 你跟他找不到金子 所以來我們驗戒金子生了一對雙胞龍鳳胎 是 下一個案例 下一張幻冬片 是 這一張 怎麼那麼小 這個是一個不印證4年 也是一樣 醫學中心的密尿科醫師跟他切片 發現沒有抓緊功能 所以來我們驗戒金生了一個男生 那觀眾會問說 奇怪怎麼好像戒金就很溫無的 基本上我們今天提到的這些我們醫院的案例都是使用4管银耳 不是用 那4管银耳用戒金子的本來成功率 像主持人家講的就是比較高 如果是用人工受金的話 可能就沒有這麼高 對對對 我曾經有過一個案例就是金子銀行用人工受金 失敗失敗 兩次之後第三次才成功 不過他 他那個一個南部來的 他的太太年紀也比較大 那我一直說你的年紀應該要做4管银耳 他就是不想做 不曉得 其實他整個花圍起來 人工受金跟4管银耳相差無幾 因為人工受金還是要一些費用 那所以說 需要戒金子的這個主情 最近也碰到一個案例也是蠻 爆笑的 就是 新婚夫妻 那來我們院檢查 不認證檢查 那我們檢查 我太太抽血了 看卵巢卵管有沒有通 帳戶驗金子 吳金正 他們都很年輕 剛結婚差不多半年就來接警察 我很納悶就說 為什麼七爪八爪來警察 那我說吳金正 那那個男生就說 就抓著頭皮就說 可是我以前有6個女朋友 曾經讓第一個女朋友 墮胎我還帶她去找負產 懷孕我還帶她去找負產 跟墮胎 我怎麼會吳金正 那我們的吳金正就是報告 就是擺在面前 那我們就婉轉的問他就說 你真的有把握你那個女朋友的 剁掉那個小孩 拿掉那個小孩子是 你的嗎 就是說我說我們不得不這樣問 因為你沒有金子 那你的女朋友懷孕 那她那合理的懷孕 就是說這個金子不是你的 因為這個年頭其實這個也 那他怎麼說呢 他想了一下說 我很有把握那個孩子一定是我的 我說既然你有這麼有把握 那這個當中一定有有發生什麼重大事情 你在心想看 你這個當中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有 第二任他 第二任女朋友到第五任通通沒有反應過 那第一任到第二任女朋友中間是當兵去的 那當兵的時候 當兵回家沒辦法生孩子 有一次搞完很腫大 搞完發炎 所以我說那答案在這裡嘛 你當兵搞完發炎 那不曉得那個病毒有很多種病毒 所以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 很有點搞笑 所以他只好 所以搞完如果發炎的話 其實不能夠忽視這個問題 對啊 而且搞完要發炎到無精神 通常一定是有一陣子 就是搞完很腫脹痛 對 所以 那只有剛才我們提到的那個 Sandy Taupoy 才會讓搞完發炎 不一定喔 不一定 像我這個病人 我不曉得他 他其實也是講得很寒憤 就是說搞完發炎 在當兵的時候遇到 那所以 我不曉得當兵的時候 為什麼搞完會發炎 這個可能 大家過群聚生活嘛 有時候病毒 你知道在學校在經營 就是群聚生活就是 比較容易感染 一家考到萬家鄉 可能某一個人得病毒 就全部都有 像1918的那一隻 流行性感冒 H1年1就是 一個當兵有 那整個 軍營全部的美人都中獎 我們看下段VCR 好 那這段VCR就是 透過金子銀行 懷孕生的雙胞胎有沒有 兩個寶寶 那的確啦 就是說在座試管嬰兒 多胞胎的發生的比例會比較高 是 一般來講 因為借金子的話 生出來的寶寶 會不會有異常的狀況嗎 它跟任何的懷孕一樣 也是有2%到3% 先連性異性的比例 所以 你不要說今天借金子銀行 然後產生小孩子有異常 比方說唐氏症 那你就說 這個是不是當次 借金子才會這樣子 該醫療院所借 在金子銀行的篩檢上 不夠用心 不是 因為你即便是自己的金子 自己的卵子 一樣有0%到4%的 先連性異性 所以為什麼說要去公證 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說 上面有一條 要變成充分了解 借金子借卵子 還是有可能產生先連性異性 一旦今天一旦產生 你不要去怪罪醫療院所 我們看下一段VCR 好 看下一段VCR 那我們就是說怎麼樣去分辨呢 就是 到底是這個金子有問題 還是說是因為 懷孕的這個過程 要看這個病的 就是說 今天如果說真的是 是藉金子所產生的先連性異性異性 那你就必須要去看 這個產生的異性 是不是跟金子的染色 理由基因上預算有關 那有時候是正常的金子 就是說 這個男生 他的抽血染色也是正常 可是他射出來的這個金子 可能是不正常的 那讓卵子受精的這個金子也是不正常 所以他胚胎不正常 產生不正常的小孩子 但是這個沒有辦法 以目前的科技 沒有辦法挑出正常 除非你必須 把每一個胚胎器做胚胎切片 而即便是胚胎切片 你也沒有辦法防堵 這種先連性異性 因為先連性異性太多 自然的懷孕就是 也會有一個比例是異常的狀況 我們人類的染色體23對 那上面帶有的基因 3萬到4萬個 你怎麼去去確定 沒辦法醫醫去做檢查的 不可能 不可能 這個不可能 即便是說現在有最先進的基因切片 那可以用基因探針去 所謂的基因基因片去測 最厲害的也是 1000多種疾病 那1000多種疾病 只是說大部分我們擔心的這些疾病 那沒有辦法防堵一些細微的 所以 有些病人就是 常常問我 結果說 我發現你說 不小心吃了一個 被列為X級用藥的 用藥 那這個小孩子 會不會有先連性異性 我就說沒有辦法預測 因為你碰到這個 那他就說 那這樣子我產檢做的只是一點 做羊腿穿刺 做高增值摻波 可不可以找到這個藥物 會不會造成我胎兒的基因 我說沒辦法 因為 第一個 產檢有產檢能力的極限 是 儀器有儀器的極限 醫師的能力有醫師能力的極限 有些產檢 都要把小孩子生下來才知道他有基因 或者甚至生下來 把這個小孩子放到小奧科面前 都不見得知道他有基因 何況是 這個小孩子在子宮裡面 所以 有些病人以為說 產檢是萬能的 一定可以用超音波把它找出來 不一定 是 產檢是可以找出一些這個疾病 但是 超音波也好 染色點也好 或者再怎麼厲害的副長科醫師 能力上 機器的準確性上 都有他的限度 都有他的極限 他不是說萬能的 所以 很多小兒科醫師 即便是說已經生下來的 那 明明發現然有慈反 放在小兒科醫師 有些小兒科醫師檢查 東檢查西檢查 還是檢查不知所然來 這個可能 小兒子都已經放在醫師的面前 都找不出來了 何況 這小兒子是在病人的肚子 子宮裡面 隔著肚皮 隔著子宮 不見得 所以很多病人就是說 為什麼 產檢會 會露死 會讓我生死這個寶寶 副長科醫師 有的很認真很認真 但是 有些先天性激情 就是會落高 那不是醫師的舒服 或懶惰 或者是能力不足 場景有他的極限 對 好 我們來看最後一段DCR 這是我們四館寶寶活動 所以 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些 像我們醫院或別的醫院的 四館寶寶會能交的活動 這常常會有 這叫做IVF Baby的Gathering Party 那這個國內國外常常都有 像那個英國崩禍 他們就是 每年都會在那個草地上慶祝 那看起來他們高興光鮮亮麗 其實背後 第一個 這些父母都複製很大的 不管是弱體的 打針會痛嘛 金錢的和精神上的壓力 那二啊其實有些人是沒有成功的 所以 不要光看 這個表面 有些人是 尤其是借經 要升滿這個毒品 他們真的是非常 先生會不會壓力更大 就是 有時候面對這種問題也很難以形成 一定更大 而且他的壓力恐怕 不是別人能夠體會的 那個太錯綜複雜 所以 我們都 作為醫護人員 我們都要非常非常的體諒 那尤其我這裡還是要誠摯的呼籲 就是說 戶籍單位在社會這個案例的時候 要非常體貼病人的 苦衷 一定要 花之內心想要去幫助我們的人民 畢竟 現在大家工人也要有公譜的觀念 就是這樣 你要去服務我們的民眾 雖然不是你的病人 但是你要服務民眾 至少你就 不要講得那麼大聲 是 好 那麼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跟蔡師聊到這邊 感謝蔡師 也是各位早日求止成功 是 那麼在這邊也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下週呢我們的主題要跟觀眾朋友探討的是 有精蟲抗體的患者他們求止成功的故事 那麼在這邊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會了 我們下個禮拜 不見不到也可以向金子銀行借貸 來欲言指望 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一個禮拜 前朋友 來 再一個禮拜 請 一個禮拜 知道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